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状况 这个呢是一个Dynamic Ridgebody Static Static 那个Plan没有作用只是拿来看的 好 那现在演算的结果呢会是这个样子 就黏住了 好 OK 那 看来呢因为我的球体呢本身 太不够圆 所以会有这个状况 那没关系我们把球体做点旋转 然后再做一次模拟 好 它会滚下去了 可是滚了之后呢就是一个 非常的 不平整的一个 球的模拟的效果 那这是因为呢 其实看这边跟 看这边一样 好 我们的球体的外观上面呢 就是模拟 但我们在做物理模拟的时候呢 外观上面有几种选项 分别呢 是球 box 膠囊 凸体 凹体 跟自定的外观 那预设现在它是用凸体做计算 也就是说它等于是拿Mesh 就是在Unity里面呢 用Mesh Collider的运算方式 模型表面去做碰撞 因此我东西越不圆 算起来就越 看起来就会变成这个形态 那当然 如果把它弄圆 这个拿掉 重新下一个 Dynamic Ridge Body 然后做模拟 那还是这样有点 跳跳跳 没有那么准 但是已经接近比较远一点的样子 因为 convex预设本身也有一个 表面的设定 OK 删除 跳回去 太早删除了 退回去 没得Undo 没关系 自己搬回去 好 那如果 因为我们在做 模拟运算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用很高的面数去做这种东西 所以呢 其实在这里呢 可以去把它的 外观 从convex 换成sphere 也就是说 用一颗球去模拟它的外表 那这样子它滚起来就圆 直直的下去 好 虽然我们的球是 呃 面数很不够的 可是它其实滚下来还是一个球体的样子 甚至于 我们用一个box 它也是 变成模拟成球的滚动形态 好 那这个物件的形式呢 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呢 好 好 如果我们去制作一个 古件 我在这边 制作一个 好 那这个还没设定 设定成Static Ridgebody 然后我们去做模拟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问题 框 进不去 好 那这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的设定里面呢 我们当然就是直接把它设定为 它是concave 凹体物件 凹体物件 就滚过去 好 那如果使用concave的凹体状态下 呃 事实上呢 还没有完全完成设定 好 所以刚刚你我们看到都会穿透 那要完成设定呢 必须再往下找 找到产生一个 Physical Mesh 产生一个物理的实体模型的功能 让它产生 那这样子呢 它会根据这一个 造型呢 形成一个 碰撞形态 然后 我们就可以做计算 OK 这样才会挡住 那事实上呢 它应该是产生了 三个box的 碰撞体 作为模拟 好 另外呢 一种控制形态呢 我们可以让它作为Mesh Collider 就是使用Original 的模式 那这样子不需要再产生一个 碰撞体 它会用模型去做碰撞 也可以正确的表现 是 但是这个呢 会比较消耗效能 所以 比较好的方式像这种造型 应该是要切成一个box 两个box 三个box 而且还可以省掉这个segment 就是面数上来讲 应该要这样制作 或者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 那 collider 在 我们也要另外制作Mesh Collider 应该由三个box 组成 来做碰撞 而不应该去使用 Original 或者是concave 的方式去做 因为那样子呢 concave 是可以 因为concave 它反正会产生一个模型 如果你的模型造型如果太复杂 concave 的运算就会过于 繁复 那 这是 在做Mesh fx 的时候呢 固件的 外观 和 凹体凸体 以及 这些的关系